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李潘 在分享今天的好书之前 我想请大家先看一幅画 您看一看 这幅画画的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笔帽子呢 还是一条蛇呢 如果您认为它是 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 那么恭喜您 您通过了法国作家 圣埃克苏佩里的考验 因为啊 他曾经说过 遇上一个看来 我觉得他头脑还比较清楚的成年人 我就用这幅画来考他 如果这个大人认为 他就是一顶帽子 那么他已经失去了童真 但是如果他看出来 这是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 那么他就可以读懂我的作品了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读读他的作品 这一部 这一部想遇二十世纪的最富盛名的童话 小王子 这小王子是一部给孩子 也是一部给大人读的童话 我们来看看 这部童话讲了什么 故事发生在撒哈拉沙漠 一位因飞机故障 迫降在沙漠里的飞行员 在那儿遇到了一位小王子 他是来自B612星球的小王子 他向飞行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 他因为跟这朵玫瑰闹别扭而出走 后来在访问了六颗星球之后 降落到了地球 那么小王子和他的玫瑰之间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读书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 一直长着一些非常朴素的花 花关上只香一轮花瓣 不占地方不碍事 在草丛中召开木落 但是不知从哪儿吹来了一颗种子 有一天抽出了芽 小王子密切注视着 这条与众不同的嫩芝 很快芝条停止了往上涨 开始孕育花朵 小王子眼见它形成了一个大花瓣 感到从中会出现奇迹 但是这朵花躲在绿屋内 梳妆打扮 没有个完 她细心地选择颜色 缓缓地披上衣衫 把一半半花瓣整理书齐 她不像于美人那样 形容憔悴地就往外走 她要一态万方地来到世上 然后一天早晨 恰在日出的时刻 她露面了 她精雕细琢了那么久 却打着哈欠说 我刚醒了 原调我 原调我还是蓬头散发的 小王子那时抑制不住内心的轻目 您真美 是吗 花儿轻声细气地回答 我和太阳同时诞生 小王子想 这朵花儿真的很不谦虚 可她却是那么动人 这朵花儿虚荣多疑 不久便把小王子折磨得很苦恼 比如说玫瑰花说 怕有老虎会吃掉自己 又说讨厌疯 要求小王子去找一个屏风来 她说 晚上您把我放在罩子下 您这里太冷 我住不惯 玫瑰花儿呢 还总是故意咳嗽几下 要引来小王子的关心照顾 但是小王子觉得 这朵花儿太娇气了 于是呢 有一天 小王子决定一走了之 书中写了最后一次娇花 准备盖上盖子的时候 小王子一阵心酸 发觉自己想哭 分别了 她对花说 但是她没有回答 分别了 她又说了一遍 花儿咳嗽一声 我以前真傻 她终于对它说 我请你原谅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 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凡使小王子感到意外 她站在那儿 窘态闭露 罩子举在空中 她不懂这份默默温情 是的 我爱你 我爱你 花对她说 你一点不知道 这是我的错 再说 也没有用了 但是 你那时跟我一样傻 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 离开B612星球之后 小王子曾到过许多的星球 遇到过许多人 许多事 但她从没停止 对玫瑰的思念 在走过了六颗星球之后 小王子终于来到了地球 在这儿呢 她遇到了一个小朋友 小狐狸 这小狐狸啊 告诉了小王子一个概念 叫做《许养》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什么叫许养 小王子说 嗯 这件事记得的人不多了 狐狸说 意思是建立感情联系 建立感情联系 不错 狐狸说 你对我不过是一个男孩子 跟成千上万个男孩子 毫无两样 我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但是你要是训养我 我们俩就会相互需要 而且小狐狸还告诉小王子 你为你的玫瑰花花费了时间 才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 你不应该忘 对你训养的东西 你要永远负责 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花负责 离开B612星球那么久 小王子越来越担心 他的玫瑰花是不是还活着 在干涸的撒哈拉沙漠里 飞行员和小王子 艰难地寻找着一口井 小王子被一只毒蛇咬了 他倒在飞行员的怀中哭泣 你知道 我的那朵花 我要负责的 它是那么娇弱 那么幼稚 它只有四根小刺 保护自己 对付全世界 沙漠中的最后一夜 小王子像一棵树似的 缓缓倒了下去 没有一点声息 小王子 小王子去哪里了呢 他回到他的星球了吗 您在小王子和玫瑰的故事里 读到了什么呢 读到了爱 怎么去爱 爱与责任 您是否开始思考了呢 您是否有了答案呢 我想 这就是小王子的魅力吧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故事 却深藏着哲理和人生感 让人感动之余 让人眼眷沉思 在我看来 这本书的作者 圣埃克苏佩里 或许就是小王子吧 他是法国最早一代的飞行员 小王子是1943年出版的 就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 圣埃克苏佩里 执行了一次部队的飞行任务 那一天 他起飞进入地中海上空之后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为了一个神秘的传奇 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小王子 全球发行量已超过五亿册 人们在这本书中 无数次地和他相遇 好了 感谢您的分享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